大家好,今天我們繼續講DSE Paper 3 Part B1 上一次我們都在講這個項目4 這個項目4真的有很多東西要說 上次專注的是我們怎樣去找每一個項目 告訴你我們要去哪一項項目找資料 還有更重要的就是回到Note Ticking的時候 其實回到第三項目的時候 究竟哪一項目對我有用,哪一項目對我沒有用 其實在開始Note Ticking 開始講話之前的5分鐘 再多了Situation,講話有分多鐘 即是那6分多鐘裡面 其實你要看清楚的主要主要都是這一項目 好了,那今天我們繼續看第四版幹什麼呢 除了我們繼續都會用2013年 其實我還連了其他年份的 2013年我們會看到2016年的都是第四版 為什麼呢?我相信都沒有什麼人拍過這樣的影片 其實我們想看一下就是在這一版裡面 它歷年來其實用了什麼字呢?去告訴你 就是你要看什麼 還有就是你要做什麼 對一些英文底子不好的同學 其實這一點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就是你要我看整段東西 還要我知道哪些是說你要做什麼做什麼的 哪些就是告訴我我要再去哪裡找資料的 對我來說似乎我真的坐一望二 有個三文說我想都不敢想的 那些同學這一部分呢 其實就絕對絕對是幫到你了 我們會看四年的項目四 你會發現其實所有東西 原來大同小異 原來它怎樣教你做什麼呢? 用來用去其實都是那些字的 那你以後見到那些句子呢 那你就會知道 那你就會知道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告訴你 啊 你再去哪一邊的版本看 那然後還有些什麼動詞呢? 是告訴你 啊 你要做些什麼呢? 那我們開始了 那記得呢 就是每一個 part D1 其實都有一個 就是 不用寫文的 OK 你可能是填一個table 可能是填一個form 或者是一個Q&A 那樣的 一個簡單一點的task 不一定是task5 那在2013年的時候呢 這個就是task5 那通常呢 你看到這一部分的 instructions 其實都會簡單一點的 因為呢 它沒有什麼指示 告訴你 你要寫什麼寫什麼寫什麼 因為呢 那個已經是一個table 不是圖表 sorry 已經是一個表格了 OK 那表格上面呢 其實已經有一些的標題 是嗎 就是分了 A part 就是你要填個人資料 B part 就是要填什麼工作經驗 之類的 OK 那其實在這個form那裏 在這個表那裏 其實已經給了一些 資料性的東西 就是給了一些方向給你 就是你要找些什麼填下去 那所以這個instructions 其實沒有什麼 很多指示的 OK 那通常呢 你都只是會見到 它叫你look at哪裏 OK 它叫你look at哪裏 那上次都講過的 其實呢 你要見到有notes這一個字 OK 你要見到notes這一個字 才是代表呢 有第三版的 OK 就是才代表呢 就是你需要用到note taking OK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三個task 其實無論你做B1 一定B2都好 OK 其實呢 都是有一個task 其實你是不需要 OK 你是不需要用第三版的note taking OK 你是有一個task 其實就算你完全 那一刻你聽note taking 的時候 Frozen了 OK Elsa快了 OK 那完全是沒有問題 其實這一部分呢 你是可以拿滿分的 就算你完全聽不到 那個note taking part OK 好了 那如果它是有幾版的 給你 那當然它就最簡單 就是用豆號 去告訴你 這裡有多少個document 你需要看 那譬如這裡呢 就有一個 就是你的note taking 跟著第二 就有個statistics 跟著呢 第三 就有個press conference 的exerts 那而 最後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web page 那這個是第四樣東西 你要看 OK 那它就這樣呢 用look at 就告訴你 你要look at 哪幾版 那 其實下來的目錄呢 OK 我連目錄呢 都 摸了下來了 OK 那你會發現 真的很簡單 其實 就是對峙的 statistics 是不是 然後呢 有這個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那麼就有回來了 是吧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是吧 OK 那就有這個 跟著 press conference 這個international 多多多 press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多多多 OK 還不是你 那就是travel blogs OK 那麼travel blogs 都在這裡 所以 task 5 task 5 task 5 ok 好了 那然後 就夠了 OK 深一點的了 去到task 6 和task 7 OK 去到task 6 和task 7 你開始要寫文了 OK 你開始要寫文了 那通常呢 它就 當然會很清晰地 告訴你 究竟你現在要寫的是什麼文 OK 那你收到一個email 你收到一個 人家發給你的廣告 那你就要email回給他 OK 那這些呢我想 真的 應該個個都認識的 OK 好了 然後task 6 它做什麼 OK 逢親看到這個task 6 後面這些部分 OK 後面這些部分 就是你需要去找資料來去答的問題 OK 究竟它要改些什麼 那你在這板 你當然不知道它要改些什麼 OK 那它然後呢 就會去告訴你 look at 哪裡 同樣的 OK 你看到用那些字眼 其實很大同小異的 OK 好了 那有minutes of last meeting 那立刻呢 就 又是對字 OK 這個字我想都要認識的 這個當然會議紀錄 OK 差不多幾乎是每一年呢 其實你都會看到有一板呢 是一個會議紀錄 OK 那所以呢 這個字呢 我想不懂都要打手板的 真的 OK 好了 那有minutes 跟著還有個advertisement 那這裡呢 你看到有兩個advertisements OK 那就要小心了 OK 它說這裡是一個copy of the advertisement 開始呢 有一點小心了 OK 那當然啦 這個話畢都是DSE 那些官員都告訴你 我們呢 都要有一個水平的 是嗎 OK 那當然就算B1 都不會完全是照抄 OK 那這裡呢 其實你就要懂得向上面看 就是說 那這裡有兩個advertisements 我怎麼知道應該是誰呢 都不用回到那個內文裡面呢 去揭揭揭的 都說了 你在開始note-taking之前 那五分多六分鐘 其實 你只是看得完 好像我這樣看第四版 你而看得完呢 其實你都很厲害的了 OK 那你還要去每版去揭一揭 那你就更厲害了 OK 那不如呢 去看清楚些第四版 OK 與其你去快立立 都不知道立了什麼 那你不如呢 就是第四版 和目錄 你去分清楚它 OK 那其實現在人家在說 Plaza Hotel 的廣告 是不是 OK Plaza Hotel 傳了廣告給我們 所以 Copy of Advertisements 這裡是說第九版 OK 所以Tastic是這裡 Tastic是這裡 OK 好了 那最後了 OK 剛才我們都說漏了 通常呢 最後那句都有一些東西 在Task 5 它就叫你記得寫些什麼 OK Give 和Write 其實都是那些東西 其實都是叫你去寫些什麼 OK 那Remind Him 和記得去做 其實都是一樣 只不過Remind 就是提醒 那你要提醒它兩樣東西 就是 喂 有東西要改 那當然要有deadline 傳給我們 是吧 如果沒有deadline 那你明年才給我都可以 OK 還有你下廣告商店給錢 當然要 是吧 OK 那你什麼時候給我錢 那你要告訴他 是吧 OK 原來這裡還有兩樣東西 要做 那 即是代表 然後呢 我們也都會在這些的資料那裡 其實這個Task 你要找的東西很少的 就是兩版而已 是吧 不要被這個Notes影響到 你要看就看整句 你不要只抓住一兩個字 就說 它有寫個Notes 這個Notes 是講著Travel Report的Podcast 就是你在第三版聽那個Notes 現在這個Notes 就是說 喂 你那個Plaza Hotel那個廣告 OK 我們銷售員 其實就已經 弄了些Notes 告訴你 喂 有什麼有什麼要改的 OK 是這樣的意思 不是說 喂 這個是第三版 有一個Notes 不是啊 看東西記得 雖然要抓鍵文 抓完鍵文 麻煩你都要看一下整句 OK 好啦 那最後了 Task 7 Task 7 你要寫的 很清楚的 如果不是回信 或者Email 那它就會用Write 用寫些什麼 其實我們整個Paper 3 基本上可以把這些問題 分了兩大類就可以了 OK 第一種類就是一些書信的來往 現今沒有人寫信的 這個書信呢 剛才在說的是電子書信 就是Email OK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一些文章式的東西 那文章呢 其實要是文章 要是呢 它會用什麼字呢 什麼 Editorial OK 什麼 web page web page web page 的article 那現在很少會用blog這個字 OK 就是這個 其實很少的 又或者呢 再深一點的就是report 就是要寫一個報告 OK 那主要其實是這樣分 就是一些來往書信的東西 還是一些文章式的東西 那文章式的東西呢 其實就是 總之你要記住有title OK 所以甲式分 為什麼只給你兩分呢 其實就是 我們不需要再記那些 好鬼鬧窠的structure 其實 OK 我們只要記住 就是email 就是deer誰 最後就是簡單 整個收尾 就搞定 OK 其餘的東西 就是這樣 有個title 分了四段 或者三段 那就行了 有開場白 有結尾 那就OK了 這個呢 我們在下一條片再 就是去到 找完point 真是寫的時候 OK 真是寫的時候 那我們再教一些 超簡單的方法 就是要省水 省力 省時間 OK 在這個部分呢 千萬不要去丟花 OK 好啦 那你要有個title 那這裡呢 要留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有時候 在這一版 他會很清晰地告訴你 就是有一些事情 你不可以做的 OK 有一些事情 你不可以做的 在 在這個 task 5 OK 他只是 應該用回紅色 他只是叫你 為每一個section 想一個heading heading就是title OK heading就是title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Task 5 OK 我們來看看 2013年的Task 5 OK 先插一下這些 OK 再來過 OK 再來過 你要填三大部分 OK 那 漏了些headings 給你的 然後呢 下面呢 其實已經告訴你 這個部分是填什麼的 這個就是填目的地 這個就是填空間 這個就是有些 為什麼 那些人去旅行 喂 那其實簡單到可以 什麼地步呢 你剛才看到我寫的例子 其實簡單到就是 喂 他叫你寫top 4 的 destination 那不如這樣吧 top destination OK 那你見到我剛才指著 那個popular 就是喂 有些同學仔聰明一點的 OK 那你就寫popular 但是呢 不知為什麼 現今社會寸字 是一件超難的事 是不是 OK 那你說 popular 對我來說 都真的有些難度 OK 不是玩你 那就是 我很怕寸錯字 寸錯字 沒有分 那你就用回這個字 如果他是沒有說到 寫title的要求是怎樣的 OK 那你真的就這樣 你其實已經是拿到分的了 其實還差了一個s 差一點 被人說了 OK 因為有四個目的地 其實不是說一個 OK 好了 然後這裡呢 也都是 AirPods AirPods OK 然後 然後 這個是business 這個是best OK 那什麼AirPods OK 隨便 那就可以了 搞定了 好了 真的 其實 不是說玩的 OK 你說你教英文 當然是教一些厲害的英文 OK 作文的時候我教你厲害 OK 但是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我不是教你厲害 我教你快 記住 記住這一件事 因為無論你做B1 還是B2 尤其是你做B2的話 其實你是很趕時間的 那 那 這些分數 內容分 其實你有那隻字 其實我已經給你分了 那你做什麼鬼 還要特意去花時間 去想一些 好深一點的字 其他人用的字 不要玩我 OK 在這一刻就是快領正就可以了 OK 記住記住這件事 好 好了 回到我們的重點 OK 好 繼續 即是說 他會叫你寫一個文章 轉字 他會叫你寫些什麼 然後呢 他就會用這個字 OK 如果他是告訴你 你的篇文章 或者你的電郵 是需要包括些什麼 他就會用Include 這一個字 OK Include 這一個字 就是包括 包括 剛才示範了 你要寫一個 Title 那 他要說 一些非一般的酒店 但是他又不讓你 只是用非一般酒店 那你就前面加一個 Very Unusual Hotels 那他都催你不上的了 OK 所以記住 我都不是要你完全 不用這一個字 或者 Unusual 就是Special Very Special Hotels OK 接受 給你一分 OK 好了 接著 你要Opening Closing 這個呢 我們都會在之後 去到寫文章那部分 去教的時候 我們就會教 OK 何謂Opening 何謂Closing 是不是要像作文那樣 寫大餐 寫大段 其實絕對絕對不是 OK 記住 今天教你的 不是要拿吳聖聖 OK 不是要拿吳聖聖 OK 我們呢 做得B1的 務實的 是不是 OK 彈球呢 我們要所有東西平平穩穩 那我們就不用刁花的 記住記住 這一點 OK 好了 這裡都告訴你了 3個Unusual Hotels 你只要找3個 OK 那 你說 我加分3個就可以了 其實也是的 你對 加分3個就可以了 好了 要留意的就是 他告訴你 要寫3個Hotels OK 那Description呢 其實就是Describe的名詞 OK 就是Describe的名詞 就是去描寫一下 那是不是什麼都抄了下去 不是 你只需要描寫的 他會告訴你 就是在哪裡 以及為什麼人們喜歡 在那裡 OK 為什麼人們喜歡在那裡 那這個呢 我們下一條片 去找Points的時候 再講清楚 就是 你要執著這些指示 OK 不是無的放肆 哇 他說三個Unusual Hotels 那 其實有一個 就是在 第 第五版這個 OK 就是 就是 就是在講一個燈塔 Sorry 不是這個 這個才對 OK 在Page 6 就是在講一個燈塔酒店 哇 整個廣告呢 好多段落的 那就抄了它 不要理會了 其實 它不是一個Unusual Hotels 其實 還不是你 不是這樣抄的 它其實會告訴你 怎樣抄 OK 就是 它想你在一個堆字 那裡 其實你要去找回 就是 它在哪裡 我只要兩樣東西 它在哪裡 還有人們為什麼喜歡去 OK 那當然為什麼可以多過一 是吧 Reasons 可以有 在哪裡 就應該只有一個 一 是吧 一間酒店 是吧 說得Unusual 即不是那些連鎖 那些什麼 Riskalton 那些什麼 都有四季的 應該不是那些 是吧 應該是一些很特別 只是那裡有的 是吧 所以應該不是一些連鎖 Hotels 好 然後又是見到 Look At 這裏有三版 Web Page for Beacon Hotels Travel Bloggers Web Page 以及找到一些Travel Adverts OK 這裏打兩顆星星 OK 剛才這個很簡單 是吧 這個照抄的 好了 這一個位置 這一個位置 你看到有少少玩東西了 OK 同一個目錄 同一個目錄 那些字呢 有少少不同 OK 那當然啦 就算是Part B1 其實都有心有錢的 不是三個Travels 都那麼淺的 那始終都要分 哪個拿Level 1 哪個拿Level 4 是吧 那所以呢 他都會有少少玩玩 但是你見到 其實去到最後 最後他才會這樣做 OK 還有啦 另外一顆星在這裏 就是 喂 剛才不是說過這個 Task 5 就有了 這個也是解開了很多同學 一個誤解的 OK 很多同學可能有不同的老師 或者是其他地方 聽回來 就是說 喂 Data File 那一篇呢 mark了是Task多少的呢 就是Task多少的 其他部分不會用的了 其實不是的 OK 同一版 同一個 Under 同一個Titles的東西 譬如這個Travel Blogger Web Page OK 原來呢 是兩個Task 一起用 是可以的 OK 好了 原來 整個B1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呢 就是 每一個Task 其實所有你要找的Pages 它都給你了 OK 好了 我們再看幾年 去學一下 其實它每一次用的字 有多不同呢 OK 這個是2014年 就是講一個真禽異獸 獸醫醫院 OK 真禽異獸就是這個字 Exhortic Pets OK Exhortic Pets OK 好了 那 一樣 你有三個Task 那 去到這一年 你又發現 咦? 沒有了那些 十個Task 是不是 沒有了那些 十個Task OK 不是每年都有的 OK 不是那麼好人 好吧 OK 不過接下來 局長都說了 疫情影響大家 這兩年多 斷斷續續地上課 那 又要上Zoom 現在又要看我的YouTube 是不是 那學得多少 所以 會不會回來呢 這些Task 我想都有些機會 不過其實你都很清晰 你會看到 就是Task 5 Task 6 Task 7 其實都分得很清晰 OK 好了 首先 他會叫你Complete 一些東西 OK Complete 一些東西 完成 OK 用了不同的字 好了 那 不一定要用Look at OK 不一定要用Look at 可以用什麼 Check OK Check 這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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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Forward 還有你的Notes 從Podcast OK 三樣東西 因為很快 OK 這裡就是Task 5 這個Forward 就是Task 5 搞定 OK 好了 接著你要回覆一封信 去道歉 為甚麼呢 我會有封投訴信 OK Mrs.Chang寫了一個投訴信 OK 是關於他的兒子 OK 關於他的兒子 那 接著他叫你 Explain 解釋 分一段給你的 OK 分一段給你的 這個是第一段 是吧 Suggest 建議 第二段 OK 建議 他要考慮養蛇 OK 為什麼要養蛇 OK 好了 接著又見回Look at OK 其實不是用很多其他字 去到這段 已經又回來了 Look at 你可以Look at 甚麼 你要Look at的東西 都幾多 首先是Mrs.Chang那封信 OK 接著又Look at OK You may want to take a look at 這些都不用理會 你可能想看 你不要玩 我可能不想考試 OK 好了 Web page from Hong Kong Sugar Glider Association OK 還有甚麼Hong Kong Exotic Platform Web page 又是那個Forward OK 那這裏呢 你又見到 都很清晰 又是同樣 其實同一個Page 可以用多過一次 OK 另外當然 又是有你的Notes 那就是說 如果這兩個Task 5 和Task 6 我都需要用Page 3 的話 在這個位置 去到Task 7 你就見不到那個Notes You已經見不到 You只見到 Look at Extract 還有 Any Available Statistic And Page 等等 三樣東西 很清晰 總之你見到 有 就好了 有and OK 那這裏呢 這個and 應該是說 因為有兩個人名 那你就對回 OK 這裏呢 一次過interview 他們兩個 所以這裏呢 就不算是兩版 OK 那是兩個人 OK 一起interview Vicky和Kit OK 那有三版 OK 好了 這裏呢 我們要看看 highlight了的字眼 OK 這個是寫一個報告的 那這次呢 它就不是你write 就是你send 那道理也是一樣 是吧 就是寫東西 好了 那也是分一段給你的 是吧 第一段 Give Giv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Virtual Packs OK 那你不知道這隻是什麼 其實真的不要緊 OK 總之你去到那個data file 你對回這兩個字 OK 它都已經是 告訴你這幾版 那你總之 你見到這隻字 你就知道要看 OK 好了 接著第二段 Describe些什麼 OK Describe些什麼 就是形容 OK 形容那些人呢 會跟他們做些什麼 啊 這麼恐怖的 OK 好了 其實Virtual Packs 就是那些 網上你在養寵物 那些寵物不是真的 OK 好像以前那些什麼Tamagotchi 不知道還有沒有人認識這個 OK 好了 第三段呢 就是Describe the advantage OK 去形容那些的好處 OK 形容那些的好處 那 分段呢 其實在B1 都很清晰的這樣 是分了給你的 OK 你見到了 這一年呢 兩個要寫文章的 OK 其實呢 都很清楚 就是它已經list了 給你看了 你要怎樣 怎樣 OK 好了 看多一年 2015年 2015年 OK 那說呢 有一對外國的樂隊 叫Bubble Gum OK 那來香港呢 就不知道 演唱會 還是怎樣怎樣怎樣的 OK 第一個Task呢 這次都沒有10headings 不過 OK 很清晰 有些連接詞給你看到的 OK First怎樣 跟著你Also要怎樣 最後要怎樣 OK 那我們不說太多了 OK 都是看回一些 highlight了的字 就OK 這次 OK 那你又是見到 complete 那這次呢 這個Task file 又是填表的 OK 他們填一個日程表 那叫你看到哪裏 這些已經學會了 好了 跟著寫一個東西 OK 寫一個東西 其實你不懂這個字 其實真的又不是很緊要的 OK 總之你要知道 是寫一些東西 關於這個人的 那後面 其實他都已經分了一段給你 是吧 OK 他以前 小時候 OK 他join Bubble Gum之前 OK 那他join了Bubble Gum之後 那其實你已經猜到這個字 是什麼 是不是 OK 講這個人 講這個Charlie OK 講他從小時候 到他現在是Bubble Gum的成員 OK 那還不是講他生平 是吧 OK 那其實你已經懂了 所以就不需要 故意去 因為一兩隻字 很多時候同學 就是因為一兩隻字 卡住了 就覺得很卡住了 OK 那其實 永遠在前後 其實你要醒目 就是去看回 OK 那他會提你 究竟這個字 是為什麼 OK 好了 那也是分了三段給你 OK 很清晰 然後又是Look at 是吧 OK 那跟著 在這裡 這句是什麼來的呢 OK 這句是什麼來的呢 在B1呢 其實很少出現的 OK 在B2呢 就會多很多 OK 什麼叫做 Don't forget You'll be writing You'll be writing For Bubblegums Teenage fans OK 這個呢 其實不是一個 Point分 來的 OK 你每一個 Writing task 其實會有兩分呢 是講你的語氣的 OK 雖然這個是一個生平 OK 那你聽到 說一個人的生平 OK 當你聽到 我要講哪鬼過的生平 哇 那當然是一本 厚厚的書 是吧 OK 然後呢 好貴多生字 原來不是喔 喂 你這篇東西呢 是給teenage fans 看的 OK 那他就是提你呢 其實輕鬆一點就可以了 OK 不用文咒咒這樣說 Mr. 這個是Miss Miss Chiba 怎樣怎樣怎樣 用完Charlie都可以了 OK 用完Charlie都可以了 不用Miss Chiba OK 那這個呢 就是 他有時候會加句這樣的東西 Don't forget You'll be writing For哪一個 OK 那這個呢 其實不是叫你抄這句 記住 不是叫你抄這句 而是提醒你 那個觀眾 OK 看這篇文章 那個人 OK 是什麼人來的 OK 是什麼人來的 那你就要 你就要轉回你的文筆 就有相關的語調 不過我們現在教來教去 都是一些 你要清晰一點 你要簡潔一點 所以都不是很 formal的writing來的 OK 所以呢 所以大家跟著這個 我現在教的路向去寫 其實都已經中了 這個 這個 最後就是email Write an email 去回答他們的問題 OK 那要回答問題的 那就是說呢 這一班傢伙呢 其實就應該是有封信給了你的 OK 是有封信給了你的 OK 我想都很清晰 看到了 Letters from Puple Saint Godfrey Saint Godfrey School OK 那就是對著自己 Puple 從這個School Puple 從這個School 那還不是你 是嗎 那就是說呢 我就需要去尋找他們的 Questions OK 我就需要去尋找他們的 Questions 來到去答問題的 OK 那這個呢 我們會在下一次呢 都去看多一點 有些深一點點的 Task OK 其實就是這樣 他在Page 4 還沒有給你所有的指示 OK 譬如在這裡 其實你懂不懂分段呢 Task 6 是很清晰的 三段都在這裡 OK 去到這裡呢 其實我就不太知道怎樣分段的 OK 我只是得到的訊息呢 就是你要 Make Rules OK 要Questions 很Clear OK 那是關於訪問 OK 訪問要有規矩 問問題要有規矩 OK 好了 這裏有個新字 Forward 什麼給你 OK 其實呢 都是喊你Look at OK 其實都是喊你Look at Forward的意思呢 就是 他會 就是E-mail的一個 鍵 現在年輕人好像不太傳 E-mail 可以做這件事 那麼 你就這樣傳一個 電郵給別人呢 你就這樣傳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 不是啊 WhatsApp也有這個功能 OK 用WhatsApp說一下會好些 OK 就是說 你想 你收到一些假消息 OK 然後呢 你想去把假消息 轉載給其他的群組 那裏 OK 你就有個 Forward 你highlight了這個訊息 之後呢 就可以按這個 Forward OK 中文好像叫做 轉載 OK 這個就是了 那其實就是叫你Look at Look at 就是他們的那封信 OK 那這個我們已經選了 是不是 Task7在這裏 還有E-mail fromParadise Garden Hotel OK E-mail fromParadise Garden Hotel OK 在哪裏 應該呢 就是這個來的 OK 那這裏都開始有少少玩東西的 就是 你要去到看 你才知道這個是那個負責人 OK 就是那間酒店的負責人 那跟剛才我們最初看 之前那兩年的指示一樣 就是去到有些深的Task 其實它就不會是每一隻字都一樣 OK 那它就考你了 就是 都說每一個Task有深有錢 但是現在 你已經明白了 就是 如果你找不到這些字 OK 如果你找不到這些字 不用煩惱的 OK 其實你找回之前所有的東西 加加減減 你應該剩下這個 你發現 咦?沒有東西 OK 那其實就是它 OK 好了 最後最後呢 我們要介紹多一隻字 這個就是2016年 OK 就是page4 好 我們在說的是什麼字呢 就是這個as well as OK 好了 它不一定會用and 它不一定會用and 可以用一個什麼字去說and 就是as well as OK 就是as well as 那看哪一部分 為什麼要說一下這個字呢 就是其實你要知道這個 OK 這裡呢其實已經有三樣東西的了 OK 這裡已經有三樣東西的了 那所以你要懂得如何去解釋 好 告訴你 去看哪一部分 ok 那這個呢就是要教會你的連接詞 那這個呢就是要教會你的連接詞 好了 OK 好了 那 那 那 就需要教會你的連接詞 还有,这一年多了些就是note stat 还有就是,咦,什么叫forwards 原来有些标题 在这个标题也是,你会写一个标题 它会限制你的指数 其实标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虽然有些时候,B1大部分都会给你一个内容 但这个内容分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只要你跟着它的规则去写 我们从13年开始看到现在 你已经见到几次了 它叫你不要太放弃 不要就这样写unusual hotels 你就加两个字 这里呢,四个字 你就跟它的说法 我就四个字KO它 就是这样 好了,今天我们学习了的是 看第四版 其实怎样可以拆开 哪些是叫你看什么的句子 而哪些就是指示你去做什么的句子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